哇 剛才是都真的 怎麼騙了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請教一下 陸委會跟法務部 這個 我先請教法務部林次長 早上會議進行到現在 所以我們確認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肯亞的案我方有沒有管轄權 有 我們主張是我方有管轄權 好 那在1月菲律賓的個案 我方有沒有管轄權 菲律賓的個案我們也認為我們應該是 都有嘛 都有管轄權 所以剛剛這一個 我們法務部的愛副司長說 在幾方通話的過程裡 他說我方沒有管轄權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嗎 我不知道代表副長 他剛剛講啦 剛剛在國會有講 錄音有講 要掉錄音帶嗎 對 那個是口誤 我講的是說 我們在這個人要上飛機的時候 台灣對這個案子 我們是沒有案子的 你剛剛講 因為當時是要我們開區票 你剛剛的錄音你是說 對 剛剛我是這樣子講 沒有錯 所以我要把它講清楚 在當時我們手上是沒有案子的 所以在當時要我開區票 我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方沒有管轄權嗎 你的主張是這樣 你剛剛的講法是這樣啊 你還有再聽一次錄音帶嗎 對 我剛剛是講沒有管轄權沒有錯啊 所以你是講錯 講錯啊 因為我不是 我要講那個當下 我真的沒有辦法 從頭到尾 不管你說有沒有講說沒有管轄權 你的主張從頭講到尾 菲律賓的個案 你還是主張沒有管轄權啊 意思是一樣啊 委員這個人回到台灣以後 我們就會取得管轄權 因為他回到台灣了 我們就有屬人主義的管轄權 我就可以開始處理案件 可是這個案件 我很坦白跟委員報告 我們從這個人回來以後 跟大陸要資料 他們到現在沒有給我們 所以這個人是自由的狀況 你到底有沒有管轄權嗎 有啊 所以這個案子到底有沒有管轄權 有啊 所以你剛剛是口誤 口誤啊 好 那個次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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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從菲律賓的案件 在1月發生菲律賓的案件 然後 這個人 後來因為幾方的這個 我們部門的一個協商 那最後 我們的法務部獨牌眾議 跟我們陸委會跟 刑事警察局跟外交部的意見不同 所以 勞動的部長後來打電話給 院長 然後又打給總統 所以 最後處理 確立的一個處理的原則 就是2月16號 所開的一個會議紀錄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我因為2月16號的這個紀錄 你沒有參加嗎 我沒有參加的 所以是剛剛 副市長也講到說 是因為這個菲律賓的個案 所以才召開這個會議嘛 因為 雙方的意見不同 部會的意見不同嘛 對不對 我們 法務部認為說這個回來大概也沒有辦法去用刑事案件去處理啊 沒有辦法去處理啊 那跟大家的主張不同啊 當時人到底要送到台灣還是送去中國 大家意見不同 那陸委會的意見 是認為這一個部分回來沒有 我們的主張是沒有辦法去用刑事案件去處理啊 所以回來他衍生這個會議嘛 這個會議所做的結論 市長 在法務部的這個部分 他認為 這一個是屬地原則 跟便利管轄原則優先考量 如果個案有特殊性 我們再來商定 特別的情況嘛 對不對 所以 原則是什麼 原則是屬地主義 跟便利管轄原則嘛 那好 那假如是通案 按照通案的處理原則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這個會議 重點就是在講說 假如是涉及到 第三方中國大陸 是不是要全送到中國大陸 所以主題是在講這個嘛 所以你假如是按照 你們的會議 法務部所持的主張 屬地原則跟便利管轄原則 這個人要送到哪裡 按照這個原則的人送到哪裡 我要在這裡 按照通案的原則的人是送到哪裡 我要在這裡澄清一下 他們開這個會 是在做溝通協調 不能夠認為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 我剛才已經報告 說法務部的立場就是屬人主義 這個 這個次長 你這樣是必重秋金啦 因為這個會議做成了這個決議 實際上是所有的部門在處理相關的這個程序 就是按照這個會議結論在處理啊 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會議紀錄 當然要送給我們次長跟部長看啊 這個文後來會議紀錄部長有沒有看到 蛤不知道 他掉內籤 他掉內籤 內籤當然要看到啊 對不對 所以就按照這個會議結論去處理 有什麼不對 要不然你們看這個會議要幹什麼 大家公公的聊天 喝茶聊天就結束啊 你這個是當然是作為說內部 我們所有部門在處理相關的這個原則嘛 所以你們當時在開會 不管是內政部的主張到最後的會議結論 都是確立這個原則啊 就是以後假如是涉及到 在犯罪結果在中國 這個都是按照屬地主義去處理啊 這個是你們的主張啊 法務部的主張跟會議的結論都是這樣啊 那你現在次長你的主張跟這個不同 那你就講說你的主張跟會議結論不同啊 我要跟那個委員報告 這個是由他們事務裡面的 他自己的協調 這個次長我再給你自己 我不為難你啦 你的主張是不是跟會議結論不同 對 我就是我們還是主張那個 不是你還是主張 我現在問你個人 是 次長你不認同嗎 我沒有說這個是事務性 他們的事務協調 但是法務部的基本立場 跟陸委會外交部一樣 我們都是採就是屬人主義優先 就是我剛才也第一次報告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講 好 這個次長 好 你既然推翻這個會議結論 我要求再重新再訂定處理原則 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這個會議結論 次長 假如按照你說這個是屬人主義 這個我們有管轄權的原則 這個會議結論是上權入國 就是你剛剛在講的 我們再怎麼壞也不會上權入國 就我昨天在質詢我就跟 我們所屬的官員說明 這個會議的結論就是上權入國 不是這樣嗎 你今天你都不贊成會議結論啊 會議結論應該是怎麼做 這個次長我講完 我的主張啦 會議結論 我們陸委會都有講啦 兩岸的特殊關係 你當然還是要按照 兩岸相關的 有關 75條的規定 我方有管轄權 陸委會的立場 優先把人交涉回來接受司法整判嘛 這樣符合目前司法實務的做法 不是這樣嗎 這個主委 這個主委 我問一下主委 你同不同意 會議結論是不是應該這樣做 是陸委會的立場意思如此 對啊 那怎麼會議結論 最後變成說一個是屬地原則便利原則呢 對我方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那你不是 沒有錯啊 你沒有叫中國來抓人啊 但是 我們這個會議結論 在2月16號經過菲律賓事件之後 我們高層下令所開的會議的結論 就是放手讓中國抓人啊 就是這樣啊 我們放棄自己的管轄權啊 我們把所謂的屬地主義 或者是便利原則立為優先啊 所以我們人 肯亞事件 開完會的第一個案件就是被抓走啊 所以我在擔心說 還會有第二個案件 第三個案件啊 不是這樣嗎 次長 所以你要宣誓原則啊 我在此 正式宣誓 我們剛才我一直強調 從頭到尾沒有變過 所以如果認為說 這個事物性的一個結論 會引起誤解的話 那我可以以 比較證物性的 來把這個原則竊立 好 OK 我要求說立刻召開會議 把這個相關的這個原則 把他搞清楚 這一個字幾乎是等於 白白的讓我們所有的國人 中國 從過去到現在 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啊 他也沒有符合聯合國的所謂的政治權利 相關的這個公約的一個規定 他有沒有最低的這些相關的這個保護規定 有沒有 沒有啊 所以你即便說 即便說 肯亞跟中國簽訂所謂的 我不曉得啦 假如簽訂所謂的引路條約 按照中國現在的一個法治規定 人員也不應該是遣送到中國啊 不是這樣嗎 我們應該是要按照過去 剛剛主委所提到的 過去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默契 或者是相關兩岸的這個共識 我們就要求中方必須履行相關的承諾跟共識嘛 我們應該要採這個這個採取堅定的立場嘛 這個案子適不適用 這個主委 這個案子適不適用兩岸共打協議 適不適用 呃 有沒有適用啊 這個案子有沒有適用啊 就是我們在共打協議之後得到的這樣一個默契 適不適用啊 適用嘛 適用嘛當然 所以中方違反兩岸共打協議的默契 跟適用嘛 所以我們要跟中國抗議啊 報委員我們其實立場一直沒有改變 包括這次案子裡面 你也可以看得出我們陸委會的立場完全是沒有變 啊 主委我現在問你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這個跟我切身就有關了 你知道我是一邊一國的成員 我是主張台灣獨立 那這個是符合 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裡面的規定 103條 這個 反分裂國家法意圖分裂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 他的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03條 組織策劃 實施分裂國家主義者 除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我今天去肯亞你能不能保障我的安全 你也去 我想 你能不能保障我的安全 我不會被中國 因為我的損害發生地是在中國啊 我在分裂國家領土啊 你能不能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現在國人的一個旅遊 的人身自由安全 你可不可以保證 我如果說我可以保證 你會問我怎麼保證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在現階段 我要你講實話就好 我講實話 我認為現在是不會有問題的 現在不會有問題 那萬一有問題 對 這就是所以我說我不敢講說 一直沒有問題 你不敢講 那我 你也不敢 你也不敢跟我保證 對不對 不然我去肯亞你叫你去 我敢跟你保證 你現在去絕對不會有問題 你怎麼 你這個從何保證 對不對 我看肯亞這個案子我就嚇都嚇死了啊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會去 做這個詐騙的事情 不是詐騙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十年以上 你不敢講 無期徒刑的這個 刑法103條的規定啊 你也不能保證啊 不是這樣嗎 主委 你也不能保證啊 我想這種純粹假設性的 而且是 這個怎麼會 純粹假設性 我現在就在 我是現刑犯啊 我天天都在做一邊一國的事情啊 有關他們的這個 反國家分裂法 以及這個 國家安全法 其實他們並沒有在海外在執行的 你怎麼知道沒有在海外 他的刑法是 他的刑法 他的結果是在中國啊 不是這樣嗎 透過傳播媒體啊 我今天質詢完 那我在台灣 我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我的政治主張 我怎麼 確認說我受到憲法的保障呢 對不對 委員絕對受到中華民國憲法的保障 那你又不去 萬一我被抓了 你也不去 你要叫次長去 我嚇都嚇死了 委員絕對受到中華民國的保障 不會有問題 這個主委主委 我不是在跟你耍嘴皮子啦 我說真的 我只是舉這個個案 所以 那現在所有的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去到國外旅行 他受到 何種的保障 對不對 我們假如沒有 建立一個制度性的 一個 一個規範 跟中國 不管是 所謂的默契 其實打破默契 我們就要採取相關的行動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啊 對不對 中國的官員不能來啊 他的訪問團不能來啊 對不對 你有其他的方式啊 因為他這樣是一個非常 已經打破我們過去兩岸共打的協議 跟雙方的一個默契嘛 那你總不會說 你現在還要跟張志軍見面叫他來吧 不會吧 他把人送回來 帶回來 那我同意啊 那他假如要來訪問說 那我們來兩岸交流這樣好不好 對不對 來跟你講說三道四 來講祖國統一 那你還同意嗎 最離譜的 最離譜的 馬總統你知道吧 主委 馬總統要去金門立揹啊 又要去立揹 你知道嗎 兩岸和平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立揹活動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知道這件事嗎 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蛤有這樣的規劃 什麼時候 我知道時間啦 我是在問你而已啦 讓你打啦 我怎麼會不知道時間 在孤翁23週年的時候 對啊 那你覺得這個時機適合嗎 蛤 他打破默契 打破兩岸的共打協議 把我們台灣人抓到中國 那馬總統要去立揹 那像什麼話 兩岸和平 我想兩岸的這個 在過去八年建立的台海的和平 是一個不能夠少 所以你覺得無所謂 在這個時機 在這個時機當下 這個時機當下 他打破我們兩岸共打協議的一個默契 那我們這樣去立揹 那像什麼話 兩岸和平這樣像什麼話 兩岸和平是這樣 沒有尊嚴 沒有尊重我幫主權 沒有尊重我幫對等的情況之下 那把總統還去立揹 要從一個比較大的角度看 其實我們兩岸的和平是全世界各國 這些人生自由 我們這些是小事 所以總統立揹最重要 而是說兩岸的和平 營造這種氣氛很重要 所以兩岸 這個人員 這個人生自由安全不重要 那我還相信你說你去肯尼亞 你會把我帶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說人生不重要 所以我們才會這麼努力的 我看到我去肯尼亞一定是說 這個人趕快抓去中國 我怎麼會相信一個沒有人權概念的 總統或政府所做的行為呢 所以我覺得不適當 主委 你覺得適當嗎 這個時機點啦 氣氛那麼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機點適不適當 這個事情的規劃其實在這個事件之前 所以你還是不回答我的問題啊 你個人覺得適不適當啊 我覺得有很多因素都要考慮 要考慮所以最後還是要去 所以馬總統還是要去 這個規劃沒有改變吧 我沒有這樣講 因為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在過去幾天而已 過去幾天 這個從去年發生到現在 你人一直沒有帶回來 前年喔 前年發生到現在不是這幾天 是你們這幾天才知道耶 是這幾天人才送走 這幾天人才送走 一直交涉 然後搭飛機也不這個去搶人 然後相關的這一個 包括說這個人員 還去阻撓我幫的這個 這個律師的相關的行動 禁制令的行動 人強行帶回去 非把 把人員壓軸到現在 那我們馬總統要去真的是立背 我真的是勸這個主委 你真的要告訴馬總統啦 在這個氣氛喔 真的是不要做一些傷害 國人感情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請回